哈喽哈喽,大家好,我是回家和花的和众所周知 西北角这块小吃是一决的 但实际上也有一家热料店也很决 反正是我很喜欢的 不是一家特别贵的 但是麻雀碎小武将之前 你想要吃到的热料主类这里都有 除了烧鸟以外 然后它家没有半成品 都是自己制作的 一个抹茶馅儿豆腐 然后要一个章鱼刺身 海胆干嘛说的没有 要一个这个乌拉拉炸鸡块 这个裹的什么 这个裹的上面是一层木耳 木耳 对 哦,这是螺严虾球 还有这个鱿鱼须 狼果大虾卷 三文鱼奶酪 这个要了两罐 还有这个焦糖焖鱼的要两个 抹茶馅儿豆腐 好吃吗 这要秀什么 平仁味还是挺浓的 但是我感觉有点结实了 这个要调一下 那种像薄腔的一样 稍微有点湿 稍微有点湿 没有 这抹茶粉会有点发苦 光吃这个 你吃这个 管吃薄儿豆腐是吗 对 所以你也是觉得抹茶不是特别好 管吃薄儿豆腐也好一点 它香味挺浓的 他们家的三文鱼是头部中部尾部这样切的 我觉得还好 结果我们的是中段鱼南部分 你怎么知道这是鱼南 鱼南是哪位 哦 就是鱼你如果整个这一条鱼 你就是横着看的话 上面部分是鱼背 中间是鱼腹 底下就是肚南 肚南的话就会分离清晰 脂肪会比较厚一点 它下放的也是上鱼 厚切的厚度 是我节目最厚的了 嗯 好好吃吗 油脂很风鱼 特别顺滑的口感 这个很好玩的夹鸡 我看了以为是裹的墨鱼汁 或者是包的海苔 没有想到他们裹的是木耳 夹物还是很优秀的 这么大的夹一块全都是肉 而且这么大 你们的制度还很充足 很嫩 木耳包裹的外皮特别酥脆 吃第二口吃出来了 他家的鸡肉是去骨的鸡腿肉 还保留了鸡腿的皮鸡腿的脂肪 太适合我了 就是一般人看到这种脂肪 油多的东西 一脸的嫌弃脸 太肥了 但是对于吃货来说 油脂很丰富 太满足了 就因为有鸡皮 所以它会够好吃更嫩 我没吃出来 我也没吃出来 我不是关注我也不知道 而且还特别吃 挺奇怪木耳是怎么包裹上的 吃一块 有一点没爆炸 能看到鸡肉有炸窝的痕迹了 它侧上是个球 不那么圆 然后抽屁不是都那么完美 就说明他们家身子是手工做的 不是工业制成品 如果工业制成品的话 每一个都很完美 来一手 我喜欢他们家米饭 不是特别硬 有点是肉食 喜欢吃那种干硬的米饭 我喜欢这种稍微有点弹性的米饭 酸口不是特别大 可以放一点盐条味 手握的温度正正好 就是适合口腔的温度 鰻鱼我不说了 很鲜美 1234 1234 所以这个应该是虾头 我们要吃这块 很饱满的虾 蚂鱼 蚂鲜鱼 蚂鱼鱼 就是我对它这个初心 哦 别的虾香饼 他们家的芒果肉会特别鲜鲜 明显是刚刚剥的那种 这冰不是从冰箱里拿出来的 虾的腺炸都没有留硬味 还有温度 显着芒果进嘴里有甜味 然后慢慢的甜味散去 就有虾的腺味出来了 中间这是虾球 会有在嘴里包姜的感觉 芝士奶味不是很足 只是那个味我还没吃出来 我还没吃出来 里面可能是个假芝士不是芝士 没有我的力量 炸鱼匙捐了 外面炸的会很酥 然后里面还是软软的 不会干 大部分炸鱼匙都是干的 这一会儿都喂我吃没了 他这个就是可以吃到鱿鱼肉肉的口感 对 反正点头群伴好看 洗头了吗 对没洗头 我咋是洗头了 洗头了你就把头披着 没洗头就是 那一小我们在楼底就问了 为什么饮食头披多棒 这没弯的头披 刚好是话 旁边人家头披就说 你这出来洗头没洗头 那你看就是有老婆的人 问你那就是没老婆的人 章鱼刺身没有了 换成芥末章鱼 把餐前小菜吃成了最后的饭后甜品了 咱整个吃法子是吧 咱先吃的是馅儿豆腐 最后吃芥末章鱼 这个满意 章鱼是新鲜的 不是淘宝和几块钱一份的那种 最后一块 这碗大的一块我能塞嘴里吗 另一会不用咬 就倒入咀嚼吧 什么呢 老婆 老婆 感谢观看